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樂少年 這一集就要跟大家講解 美國十大危險的行業 本次的資料是參考美國BL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20的統計資料 好難唸了 Statistics 以前我們常說 工業的人他的死傷機率其實比軍人還多的 不過在明年的數據有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發生戰爭了 那究竟明年的數據會不會有不一樣呢 那我們明年之後來拍幾個給大家看 那今天就這樣啦 等一下 你究竟是不是男人中的男人 工業中的翹楚 像我這樣 危險的男人 每天都在 危險的叢林 等於就要講國中生存 怎麼能夠錯過這樣的話題呢 錯過最危險的工作是什麼 摔角 那你呢 跟你一起工作 你們摔角危險的點在哪邊 窮沒有錢買雷毯 我們打摔角的時候用什麼嗎 兩公分的巧拼 你說以前那個垂直落下劑 然後下去巧拼 北斗元豹 啪 兩公分這樣有沒有 巧拼 那你覺得跟我工作最危險的地方在哪裡 那個水下汗街有沒有 是 打氣的人是你 蠻危險的 沒有 正統講起來 以前其實有做過幾個 真心危險的工作 高空作業 高空作業危險 另外一個就是水下汗街 Danger 它在於真的不是一個很正統的供養設備 不過我們回到主題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在 美國 我們亞洲人 都會覺得好像是一個 安全設備做很足的地方 以他們來說 他們還有十大危險的工作 完全讓你想像不到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數據呢 是在千人受傷跟死傷當中呢 所用的 FR跟SR FR呢 就是失能傷害頻率 受傷說失能算是危險的傷害 是 不算是一千個人當中一百個人割到手 割到手不是人就對了 不會失能吧 有道理 好 那第二種就是 SR 就是叫做失能傷害嚴重率 也就是說 在這個工作當中 你一受傷 產生失能的機率 哪一個比較高 依照這些的整體數據跟比例下 我們用BLS去算出前十名最危險的工作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你可以把BLS完整再唸一遍嗎 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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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唸誰唸 我第一次我不會唸啊 果然很危險 STATICS STATICS 哎唷 順了喔 順了好 來 Bureau of Namer STATICS 撬殺魂 啊你要懂啊 要跟著節奏是不是 對啊 跟著節奏 要跟著節奏 撬殺魂 我就要叫撬殺魂 太快了 太快了 其實都是這樣 而且都假的 不能這樣講 接下來我們來講 前十名史上率最高的 在美國 做這個工作超危險 基本上你如果出事情 你就是要嘛失能 要嘛死亡 如果是用這種方式的話 我覺得消防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像我們去過國外的人 其實在美國的 木造建築居多 通常消防車趕過去的時候 燒完 要你們出過國的啦 像我就是沒出過國 這都苗裡國 像是我給他護照他不簽 不然你猜你最危險的人 我現在第一個想到是 因為美國合法持槍 這個你們就有所不知了 我成年的時候到美國的時候 我朋友非常的警惕我一件事 千萬不要跟美國的警察 有任何的啰哩啰嗦 可能台灣你還可以跟警察 印出印機 但是在美國他說 把你的手舉起來的時候 你不舉 他就直接可以射你了 其實警察相對來說也算是安全 那最危險到底是什麼呢 你絕對想不到 我原意的 那拿剪刀剪刀是幾個手 那這就是我們世界觀不夠 台灣可能 你會打草機就算厲害了 但是因為在美國 他們是比較大型工業 像我們玩吉他 Gibson 桃花心目 那個都是直接砍 整個是這樣整個下來的 才可以做一個body嘛對不對 就是因為那個身體才夠 不用拼接嘛 所以他們的機台喔 全部都是很大型的機器 會造成死傷的機率呢 大概就是20.2% 也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1000個人當中 只要一受傷 千分之20的人 要嘛失能 要嘛死亡 但是美國喔 他們很多的房子 前面都會有自己的草地 大家都要除草 都會有院子嗎 他們都要打草機打草 那其實現在的橡皮繩 跟橡膠繩算是比較安全 橡皮安全 為了速度其實會用鐵片 鐵片通常打到石頭 或是東西射出來 砍到自己脖子的時候 這個也很可怕 從千轉到萬轉 假設這個打草機 它的轉速3000就好了 當它在旋轉的時候 它的腳切的速度 就是大概是314的RAD 每秒62公尺 這個還是沒概念對不對 對 大概就是 我們開車時速226公里 問題是 我沒概念是因為 我沒有車可以開這麼快 你知道嗎 反正你就想像一個 時速破百的洗面乳 打在你眼上 這個想像力要很好 我只有時速破百的時候 把手伸出去外面 人家做像底灶杯 那我們現在第九名了 第九名比較好想像 汽油的開採人員 算是油氣類 你就不一定要汽油 天然氣 有石油 這個就是大概是 平常沒事的時候沒事 一出事的時候 一起有事 所以它的死傷率大概是21 就是有一部電影 世界末日 挖油井 倒塌下來的時候壓死人 要嘛就是爆炸的時候 火在一起 另外一種就是 化學物質 不管在地下室施工 堵死 我以前的小弟就有一個經驗 通常一棟大樓 就會有很多人一起坐 進駐的時候 大概就是兩三個禮拜 或一個月 有一個叫 阿扁 阿扁怎麼沒起來 工地都很準時 那到一點 還沒有起來 下去叫 直接躺在那邊 因為密閉空間 但你不是做標的 不只美國要注意 台灣也要很注意 對 當然 那我們今天要第八名 時傷率喔 23.6 高很多耶 台中東區最多的鐵工 基本上我聽到的時傷率大概都是飲酒過多 哇 說啦 對 美國什麼都大 所以他們的鋼材 可能我們焊的是 兩mini鋼板 他們可能焊的是 20mini鋼板 就是150公分倒下來 就可以把你壓死了 他們的鐵工其實就包含 工購建築 或者是大型工程 吊掛車 還是說像是港口的那種龍門結構 這個還算正常 美國的鐵工包含很多 連鑄造還算鐵工 因為他們的工具機種很大嘛 鑄造的時候高溫 但是它其實是第八名 前幾名之後有比它更危險的 第七名 農夫 食傷率24.7 農夫我就在那邊插秧 我是怎麼樣可以被插秧插死 插到那邊人不見了 大部分喔 被農具車壓死 我曾經有看過一次 他們在採收果樹的時候 那個雞大概是二樓高 所以土都軟 你知道嗎 是不是很容易就打掉還是幹嘛 有些果樹是人開過去的時候 你知道旁邊那個收割那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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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人就順便啪 做一次啦 對對對 一起收割了啦 一起收割 還有一個也是一般人想像不到 飛機 為什麼農夫會開飛機對不對 打農藥 啊我已經想到了 聰明如我 生為這個菜 真的危險的男人 怎麼能夠不包含飛機 所以農夫開飛機本身就夠危險 有的時候真的是你沒看到那個場地 你沒辦法幻想它到底有多大 真的無法想像啦 很大啦 真的很大 美國也因為這件事情 他們有開始在修法 好比說他們的引擎 他們都是租用的 變成要用那種系統 我的引擎租你30年 30年後我就要回收 他為什麼要回收不是為了賺錢 為了安全 我要拿回來保養 畢竟飛機不比汽車嘛 汽車引擎不行了 了不起就拋毛 就直接掉下來拋毛 對 不一樣 人也一起拋了 而且沒有彈射 對 危險 危險啦 不貴是危險來的 必須要的吧 好 這就不多說了 來我們繼續 第二名算是大家也想得到 運輸業 送貨的 其實我覺得可以理解 為什麼沒有注重價值 不是你看 運輸業其實包括很多 像現在的FuPena跟UberEar 但是美國沒有FuPena 我老實講 像那種送貨的 很多都搶快 因為他們為了想要接更多的檔 所以在那個速度之下 你知道真的發生事故了 會蠻嚴重的 坦白講美國路是還蠻爛的 真心爛 真心爛 身體爛 太大了 所以你維修不容易 不像台灣 大家一直在補波路 三天一小補 五天一大補 那因為那個路很無聊 旁邊會看到那個 墨西哥草球在那邊滾的那種 所以很容易晃神 很容易睡著 它死亡率 跟前面的差沒到很多 26% 但是接下來這個 瞬間到44%了 支援回收 想不到做支援回收的POPHAE 這麼危險 我們回收可能是撿飽物品撿廢碟 他們回收就 啪 這把他壓爛 大卡車 直接過去 把他夾掉 有時候夾掉 裡面可能有流浪汗吧 真的真的 哈哈哈哈 在美國流浪汗的問題蠻嚴重 那因為很冷 就是真的會很多人躲在 支援回收廠 或是廢棄車裡面 所以它的 44.3% 40%就是在 垃圾廠操作的時候 被車機器壓死 這個通常下去一定傷殘 一定失能 一定失能 好接下來第四名 死傷率51% 這個算是非常好理解的 屋頂作業園 工作業 像是我們之前 我們頻道拍一個短片 吊鋼繩索的那個 1000個人當中 只要你死傷 一定是傷殘 這個也沒辦法彈射了 那個高度你拉 那個閃也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對 這個算正常 那我們接下來進到 死傷率 58.9% 飛行員 飛行員的速度 又比高空作業人快了一點 但是我有一個疑問 那個農夫開飛機 跟飛行員這個58% 算在哪裡 農夫不是一天到我能開飛機啊 飛行員只能開飛機啊 有一些是飛行員外包去撒農藥的 因為我們附近都有飛機嘛 也是 對啊 然後飛行員那個我就想到一個很 例子啦 對 Coby Bryant 對 它是Cornan啊 所以它算是出事的時候 比汽車又更危險 你在空中 你是無法逃生的 沒有機會耶 好 在講下一個之前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本集贊助由Nord VPN 你在咖啡廳 你在便利商店 或者是你在飯店的時候 你敢用免費的Wi-Fi嗎 你知道免費的Wi-Fi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嗎 你是不是常常瀏覽一些機密文件呢 或者是瀏覽一些 你公司不能讓人家看到的機密軟體呢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 VPN 讓別人難入侵 讓駭客找不到你在哪裡 你需要VPN 你需要VPN 你需要VPN嗎 你需要Vpn嗎 你在說什麼 我啊我啊 別鬧 Nord VPN有什麼優點 存取自己喜愛的內容 翻牆連線上網 一個帳號可以連6個裝置 夠不夠多不夠多嗎 還是只有6個 即便在國外 也能夠觀看喜愛的內容 例如臉書跟YT 只要阿里斯亞 即可變更虛擬味著人家說 狡兔有三窟 你想往哪裡跑 就往哪裡跑 專屬優惠多送一個月 免費服務打折 30天內保證退款 這樣有好看的事情 你還不把握嗎 讚啦 他真的講的比較好嗎 跳什麼 我現在就跳什麼 第二名也是被Discovery很多的頻道拍過的工作 遠洋作業 阿拉斯加補蟹人 基本上一計出去一次 你出去一次一個月的薪水 大概一年就OK了 死亡率77% 跟著食尚率 77% 但是我覺得他通常死比較多啦 遠洋作業的時候你會遇到很多 海向多變 翻船 補蟹裡面有大型機器有沒有 丟那個網 然後那個人捲上去 還有那個人跟著那個吊溝一直被捲上去的 那個都算在美國的十大威天當中 排名第二名 接下來第一名了 我們先講這個死傷率好了 97.6 第一名最危險的工作 入罪 是咧 結婚就有如人生的墳墓 那你都不丟掉 如果給你一千萬入罪你可以嗎 我可以 為什麼 一千萬成可貴 自由價更高 一一就可以 第一名最危險的工作 是 伐木工 不過伐木工跟前面的園林人員就不太一樣 不是園林人 園藝跟做林業的人不太一樣 他單止伐木 以前砍樹不是倒下來我們要喊什麼 Tree 到去啊 去到囉 78%是因為樹倒下來 牙齒了 另外一半就是在運輸的時候掉落 所以這個機率又加上了前面運輸行業 加上了園林行業 又加上了伐木這件事情 山林運送路不平 山林就有很多很老的木頭嘛 山林老木 那山林老木就會有祖林嘛 美國應該是不會加山林老木 所以它裡面有包含載運的時候的掉落 97.6 全部美國最危險 講完美國了 那你知道台灣的嗎 台灣最危險的職業喔 廚房餐飲人員 失能喔 我們要用一樣的對比嗎 我覺得一樣是飛行 但台灣飛行的人沒那麼多 他只要真的出事了 S by 他沒有什麼扣打跟機會 算是台灣的十大危險工作 我覺得算是 好 關於台灣十大危險工作 我們早就再拍幾個給大家看 如果你有喜歡我們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按個讚 跟我們分享 你覺得還有哪些工作是非常的危險的 那這裡是超認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會不會 你知道摔角最危險的一招是什麼嗎 不知道 那垂直弱一下劑嗎 我自己有研發一招 連猝神都沒辦法 那我們就直接來囉 我沒有出力啦 我沒有出力 是 看著 我一定會見她的 是 好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